九十八表的部分 九十八表可以用公式 也可以用函数的方式来完成 另外还可以用VBA来完成 那我们还有增加了几个 比如说那个能够被三整除的 加一个底色 然后另外对角线的部分 那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还有用那个 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不过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还是会有那个 所栏所列的概念 所以这部分要特别注意 也就是有关那个蓝列的锁定技巧 比如说什么时候应该锁蓝 什么时候应该锁列 这个概念如果你清楚的话 那将来你在大型四算表操作的部分 就可以不需要做很多的动作 一次向下向右就完成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定存这个范例 那这个定存就是说 假如你今天 比如说你有存款 假设五十万 那你放在银行 有不同的利率 那放一年到十年 会就是你本利盒 是各是多少 那这个地方当然 公式 或者是说里面有一个函数用 比如说里面有个财务方面的 像FV的函数 也可以做 做到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我用那间的公式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第一个 假如我的公式第一个 我的第一个 我的本金是多少 我的本金是这个 那我的本金 如果说我今天要算利率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我可以我自己的本金 然后再怎么样 再 乘上 刮糊 我自己的本金的部分 再加上那个利率 的几次方 因为是负利计算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加上 这个 本存款 金额 再加上我的 我的利率 那特别注意 这个后 因为我要负利计算 所以几次方 是SHIP加上6 这个符号 OK 几次方 那如果说我一年 两年三年复利计算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指向年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如果我直接打勾的话 他会帮我算出 我一年之后 如果利率是0.125的话 那我一年之后呢 本利盒是多少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等于是利息多625块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向下 向右一次完成的话 那当然这地方 B1部分一定要 什么 F4都锁 为什么 因为等下向下向右 其实他这个位置一定固定的 那可是A4跟B3 我前面讲过了 3列跟A栏一定要固定 所以请你把A栏跟3列 把它固定下来就可以 其实有点像背个公司 反正以后你看到 你的标题列在哪一列 3列 标题栏在哪一栏 A栏 那你把它锁起来 其他不用锁 按个打勾 这个时候你向下 向右 OK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 假如说不同的利率 比如说你是0.125 跟这个2%的利率 那最后大家放1年 跟放10年 最后的结果当然不一样 那这个是第一个 如果说我今天用公式的方式 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的话 那这里一样 会牵涉到有关 那个栏跟列的锁定方法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固定下来 那记得这个三列跟A栏 那除了用这个公式之外 那你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比如说可以把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好了 假设我如果希望我用那个 像有个函数叫FV FV Enter OK 那这个范围把它delete掉好了 如果说我今天我用的是 这个 那个函数的话 它是放在那个 这类别里面有个叫财务的 财务里面的话有个叫FV 其实意思应该是 Future value的缩写 所以我直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它会跟我要几个讯息 第一个Rent 你的利率 OK 那如果是年的话 那我们就年利率 那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 诶 它的期数 那期数的话基本上我们 它这个跟利率是有关联性的 如果是年的话 就年利率 那是几年 几期的意思 然后再来的话呢 PMT 分期没有 PV PV的话是限值 那限值的话呢 我这边就指的是存款金额 不过因为 我这个钱呢 不在我的口袋 是放在银行那边 所以你看这边是负的 请你再加一个负号 让它变成正的 OK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可能要 自己再加一个负号 否则你结果回来会是负的 OK 好 那Type的话呢 是期初给还是期末给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就用预设的好了 其他都不用动 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那当然你会发现 向下 结果跟刚刚的公示一样 也是一样 如果是这个利率的话 一年会增加625块的利息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怎么样 要一样要向下 向右一次完成的话 那也是一样 就是把B1 负B1这个部分锁起来 那把三列 跟那个A栏 把它锁起来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就不要动 按打勾 这个时候向下 向右 其实也可以做出 我们要的结果出来 OK 这两种方法 一个是用公示的方式 一个是用FB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第三个 会用这个VBA的方法 那当然VBA 可能会互动性 比较高一些些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有个按钮 按下它 它会跳出一个 请输入存款金额 比如说我输入70万 百千万 十万 OK 那我希望 它能够帮我怎么做呢 最好是输入之后呢 它自动先帮我把这个输入金额呢 把原来的B1里面的值 把它取代掉 变成70万 再自动帮我把什么呢 这个每个利率的结果 自动帮我跑完 比如这样子要按确定 自动帮我全部跑完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可以想想看 一样是两个回圈 一个是列回圈 一个是蓝回圈 那当然这个地方会有个清除 再来 底下的话可能会需要有几个比较变动的 当然 比如说年的部分 我希望怎么样 不要那么多年 我大概八年就可以了 那我有什么方式 可以输入八年之后 它先帮我把原来的年数给删除掉 再去跑一到八年 这时候就八年 OK 然后呢 利率部分的话 如果我希望变动 比如说我可能 不需要到那么多啦 我可能需要到1.5%就可以了 你就输入1.5 按个确定 它会自动帮你跑到1.5为止 那底下当然还有就是增加框线 跟清除框线 这个当然有一些比较变动 之前有展过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这有两个 一个是公式 一个用FB的函数 试着把它这个 试算表 那再配合蓝列锁定的技巧 把底下的那个 这个这个试算表 先把它完成 试试看